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距离 我的下一张考试还有道书5天 我计划等下要去学校读书班读书一整天 那我现在在收拾东西啊 首先我会带的是这个 Notes 我计划在今天就可以可观的分量 然后是电脑 还有电话啦 电脑的重丢器 这些全部带 然后它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读书预备的一个计时器 这样子 然后我的图书班那边真的是很冷 所以我出来的披衣 还有那边戴手套 还有最后就是读书 必处可少的 就是食物啦 因为有时候读书 只要累的时候 我就很想吃东西 所以这个食物我也可以都能带去 这个香蕉 然后一杯热饮这样子 然后要出发啦 医学生是讲读书的 那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读书方式啊 有些人喜欢去图书馆 有些人喜欢一整天就宅在家里 那我其实一般上平时是比较少会去图书馆的 因为图书馆距离我的宿舍 有大概十多分钟的路程 来回来其实就蛮浪费时间啦 可是今天呢 因为我下午两点会去医院 会去学习一下就是怎样跟 患者去take history 还有 physical examination 所以就反正都会去医院 医院距离图书馆只有大概三分钟的路程啦 那我就干脆直接去 找一点去图书馆堆书咯 其实我们现在U-CAM 医学系大二的学生呢 每一个星期都在考试 然后会直接这样考两个月左右 为什么会突然间考这样多次呢 其实是因为本来我们是 就是在家里上课嘛 就在家里上课学校就不让我们在家里考试 就直到我们回来过后才一次过考完那些词 其实我们医学系本来其实是只有每个月一次考试而已的 但是现在就变成拖到来每个星期一次考试 然后一直考到两个月 U-CAM呢它有其实有三间不一样的campus 就是三间大学这样子 那医学系是这三间的其中一间吧 而这三间campus里面的医学系的这间campus 是只有医学系而已的 就我们不会跟其他course的人 在同一个地方上课这样子 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前医学系campus里面最漂亮的地方 那它其实是Course Peter Bakka Kanakana 就是一个给儿童的专科这样子的一个医院 然后很美 真的很美 我们每次如果需要拍照什么都会来这边 就很像之前我的body 三个星期他不久前刚毕业 他就来这里跟我们一起拍照 想要知道大学里面的body是什么意思吗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就会去准备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绍 大学里面的body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这个医院呢其实是刚刚建好不久的 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放出去的 之前因为covid疫情的关系 它其实就暂时被拿来当作疫情的暂时医院 这样子也不希望它的早点开放吧 上学的时候经过这个地方 其实心情都会自然而然变好啊 它就五颜六色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小孩子 很想在这边还有一个给儿童玩所的游乐场 那我最近其实是特别的忙啊 我这个星期其实就有三场比赛 其中的两场比赛还是在我们考试之前的前一两天 然后不久前我刚刚拿到我们医学系里面 一个蛮重要的活动的主席这个职位 所以最近是非常非常的忙 能挤到一天的时间来读书 也就是今天其实我是非常开心啊的 那我身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啦 可是它是八点半才开 在等它开门的时候我就会在图书馆旁边的这些桌里这边读书 现在我已经把东西伸好 那马上就要开始奋斗啦 图书馆外面这里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 我蛮喜欢待在这边的 只是它的缺点是它的冷气比里面还要冷 真的是很冷很冷的那种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太冷了 我就会跑进去图书馆里面继续读书这样子 就来在当中的看看 如果给给给给给餐房子 我这个就是我不是的 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会在这边 我可以加上一段时间 咱们都在那边 了 因为我会在这块 在这块 我我可以对比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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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就要去吃午餐 回去医院旁边的一点餐 是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已经吃饱午餐 回到图书馆了 这边开始下雨了 我们看看如何吃得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从医院回来,那现在图书馆它是已经关了,所以我会在图书馆旁边继续读书。 管理完整的程度是体健序的,上次颜色时耐标,招 Matthäus室ௗ 部活骤往5分钟地说起来就会高氏量配置类 sistema配置中、普贩унд贴导师, 其他人都回去了 所以我可以开口讲话了 我其实有定了晚餐 被送去我的宿舍 应该是差不多到 所以我想在这边多待一下 刚刚就吃了一些东西 希望可以撑很多一下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了 我其实越读越精神 现在很想继续读下去 可是我肚子真的很饿很饿了 然后我等下会先回去宿舍 充好两次晚饭了 过后在房间里面继续奋斗 现在天已经黑了 我要走回去了 然后给大家看看一下 这是我们YouCamp 一学系最多人喜欢 拿来拍照的一个地方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 那我赶紧就去挑衬 洗澡还有吃晚餐 现在就要继续奋斗啦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那我其实刚才眼睛就差一点整不开了 已经很累很累了 所以今天3DVlog就会告一段落了 那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今天我刚刚算了一下 我一共花大概13个小时 在读书上面 那我其实是我本来的目标是要完成 就是这19课的内容全部可完 我其实并没有完成我的目标 我今天所读到的进度是完成了 Alentomy Physiology Microbiology Pathology 这四个部分 但是Pharmacology我还没有读到 换句话讲就是完成了五分之四 或者说八十八仙 虽然没有达到目标 但我其实已经很开始很满足了 因为只剩下一个小小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把它读掉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比较有信心的去组备我的比赛啊 接下来的活动去剪片啊等等了 那我之所以拍摄这一期的Vlog 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只要你足够专注 足够有决心的话 一天你是可以读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了 然后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做到 这里不忘了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你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新影片啦 如果你对这些影片有任何想法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然后如果你对我的接下来的影片 有什么题材建议的话 都非常关键你在下方留言区去告诉我 给我一些创作的理解 那我现在真的很累啊 我就先去睡觉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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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kra 感谢观看